看见没就是这两个口 以前呢是放的洗衣机 然后呢它洗衣机想改别 别处地方去放凉台 然后要在这里放一个淋浴 它其他的管子不想炖 然后就是直接把它装一个名装淋浴 它呢需要改一下水管 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施工 这呢是我买的名装淋浴 然后呢它的口和这上面的口不一样 待会呢我们首先在 在用半弯变一个管子 比如说这个管子不动 这个管子用两个半弯往里面转一下 然后才能和它对接上 首先呢我们来比一下 因为它这种是铁管 和我们的PVC管有很大的出入 所以说我们先比好 这可以上去 它这个呢有一个过程 根本就上不进去 所以说我买了一个家常的司机 幸好早有准备 然后把它上去 看见没 这样就 本来想弄管子 把它铝上扣的 但是因为没有那种工具 所以说只能买这种质量好 然后呢带着我们把它往里面焊 这边呢管子直接上来 这边用两个半弯转上去 然后焊上这种类似直 然后直接和明招淋浴对接 好了 思路已经想好了 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施工 首先把时间缠上生胶带 你要多缠几段 缠厚一点 缠完之后把它捋一下 好了 现在已经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边的外似直 也缠上生胶带 首先捏住一角 然后再缠 缠的时候前面尽量留一扣 不要缠前面来了 尽量前面少 后面多 到时候一上的话 生胶带压住 就不漏水了 好了 然后我们也捋一下 后面多 前面少 然后把它拧上去 这边的外似直也缠上生胶带 一样的缠缓 好了 已经弹好了 然后先把外似直和这种胶带 胶带 把它拧上去 然后弄斑着上 拧紧 好了 现在我们再送在上面 然后 现在没事的时候 我们再把 民众名义上面的世界也下掉 它也需要缠生胶带 好了 缠二十几段就好 然后把它免死 这就是缠成型的 它这后面是内溜角的 我们没有内溜角 拿一个尖嘴钳子 把它卡进去 看见没 直接都可以转了 好了 已经上井了 现在我们如银鸡已经加热好了 现在开始焊 焊一只水管 然后再焊一个半弯 然后在上面再焊一个半弯 直接把管子往里面转 然后开始焊管子 记住 这个四分的管子 它比较小 所以说不能加热太久 不然形成毒管 一定要快速的把它焊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然后再把这边的管子把它焊好 不测才可以 但是留一点偏 然后再把这边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焊这个湿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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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把这个上上好了 把它淋浴主体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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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这已经接好了 虽然说有点难接 但是还是把它接好了 待会儿呢 我们把这打上螺丝就好了 看下没 它以前距离不行 然后我是用两个半弯把它变过来的 如果家里没有淋浴的话就可以装这种名装淋浴看起来也蛮漂亮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